好 最新的连线焦点点来关心 这是开车上路小心遇到假车祸 真炸财 这是43岁的周姓男子 他多次制造了假车祸来炸财 还曾经用毒蛇来恐吓 制造了11次假车祸 炸得了9万元 我们立刻连线记者吴一轩 带我们来掌握 一轩请说 好 主播有抢夺等多项前科的 这一名周姓男子呢 专门在台北市制造了这个假车祸 光是呢 在台北市就有11件的假车祸 得手了9万多元 他从12年前开始就陆续犯下这种假车祸 炸财或是是窃盗等案件 还曾经呢 利用眼镜蛇来恐吓被害人 6年前就被判刑确定 没想到呢 3年前出狱之后呢 他又顾忌重施 是这样子向开车呢 立向行驶 并且呢 是还跳到路上让车子撞 再向对方呢 来索赔 前前后后呢 一共犯案了有11次 直到前年年底 他又制造了这个假车祸 和这个被害人互偶哦 因此还上了电视 之后呢 才发现说 原来这名周姓男子就是这样 利用假车祸来诈裁的惯犯 警方调查后发现呢 他涉及的假车祸案件 其中有三次是以紧急刹车的方式 让后方追撞再来索赔哦 一共诈骗的金额是高达9万5千多块钱 台北地医院昨天一诈欺罪 重判他5年6个月 全案还可以上诉 以上 请请主播 好 制造了11次假车祸的男子 最后被重判5年半 谢谢怡萱的连线报道